距离总统大选选战已经不到48小时的时间 而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从前一天开始其实就已经回防北部 就在今天上午是来到中和汉 民众党立委候选人邱成远同台 而可以看到柯文哲车队后面 其实是再度出现了所谓的机车车队 来替柯文哲加油 不过针对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 前一天喊出投柯文哲就是投给侯友宜 还说柯文哲的政策侯友宜全部都会做 柯文哲在上午也做出最新回应 投侯友宜就是投柯文哲 讲得太好那直接投柯文哲就好了 你何必还绕个弯干什么 直接投柯文哲 因为选权不能再讲民调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直接投柯文哲问题就解决了 你投 不好意思 投侯友宜不会达到他那么目的 不过针对前总统马英九 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 居然是宇初金 表示说希望台湾民众 还是要来相信中国的国家主席 习近平 柯文哲也做出最新回应 关于两岸关系就八个字 台湾自主两岸和平 我请注意顺序要对 台湾自主两岸和平 所以我每次说 我还是要靠 其实你说相信谁 我相信自己 更重要的是要 让自己值得自己相信 所以台湾该做准备都还是要做 所以我们才当时来讲说 国王预赚 我们还是主张增加到三百分 不过这样 全部都该做 国王自主 这些都OK的 然后也可以维持 我们跟这些盟国的稳定关系 我们会开始试着跟中国沟通 这才是对吧 就台湾自主两岸和平 但是没有说一开始 要先相信别人 这个太危险了 好 柯文哲在今天下午呢 他也会预计到这个台北市来车扫 由于柯文哲曾经担任过八年的台北市长 也等于他的车队扫街 是正式回防他的大本营 而有希望的 希望看到柯文哲民众 也可以到现场来替他加油 他也会预计到柯文哲民众